嘿 这里是Quaid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又是一个我花费了一年时间制作的DIY作品 气泡显示器 BB Air 故事要从很久以前说起 起初我做了粉丝数显示器 然后用Minecraft的篝火显示粉丝数 在这评论区中有人说 下期用空气显示粉丝数 空气 空气在大自然中到处都有 但我们要怎样看见它呢 嗯 不许这样可以 是的 我的想法就是将空气射进液体里面 让它变成气泡 这样我们就能看见它了 在这个视频当中 我将分享我的设计制作过程 以及展示最终效果 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第一步呢 是我们脑海里的想法 我的目标是整体要简洁小巧 四周要全透明 可以从各个角度看到气泡 通过控制气泡的大小和间隔 让它们组成图案 数字 英文 中文 更重要的是 还要有RGB 让气泡变得五颜六色 那么如何产生气泡呢 我的预选方案有三种 活塞 很多个气泵 一个气泵加很多个电磁阀 为了控制气泡的上浮速度 还要选择合适的液体 预选方案有水 甘油 硅油 有了这些想法后 我们就要开始搞硬件部分了 首先我们要设计PCB 又称印刷电路板 前前后后 我改了十来个版本 最终上面有 NCU 晶体管阵列 LDO Type-C 气压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还有连接器 使用PCB能做到小巧 和高度集成化 而不是搞出一堆烂电线出来 接着就是3D打印 我认为使用气泡加电磁阀 是最稳妥的 所以我打印了一个 1分19的气体容器 但3D打印的后处理太麻烦了 所以后面我都用 加力创的3D打印服务 在后面的几轮设计中 调整了宽度厚度 尝试了不同的材料 最终在许多失败的尝试以后 我认为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O型密封圈 详细我们会在后面讲到 诶 这里有张纸是什么 干嘛 这是什么 呃 你的产品 该升级了 以前我给大家介绍过 加力创的SNT和3D打印 现在大家熟悉的 加力创PCB打印服务 也全面升级了 就在我制作期间 加力创的多层版 已经从最高20层 变成最高32层 所以无论你是业余爱好者 或是要做高端精密产品 现在都有更多的选择 以后我做更厉害的东西的时候 也会尝试一下 接着就要制作主体外壳 我用激光切割机 分别切割了亚克力 又称有机玻璃 还有泡棉酸面胶 为了让主体更好看 我还买了一个专门 用来热弯亚克力的工具 将亚克力加热到某个温度之后 就可以轻松的把它折弯了 经过反复的练习 我终于搞出一个完美的外壳 然后我们要将各个部位连接起来 首先我用亚克力胶水 它能够溶解亚克力 让它们连在一起 为了更好的密封性 我还用了UV无影胶 除了外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隔离板 它能够将每一列上浮的气泡 单独隔离 避免它们在上浮过程中 吸到一起 在底部 我还使用了压嘴阀 它起到一个单向的作用 让气体能够从下往上升 而不让液体从上往下流 每一个地方的密封性都非常重要 这里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O型密封圈 它能够让电磁阀与3D打印件之间更好的安装 以及保证密封性 安装好主要的东西之后 我们就启动试一下 随着气压上升 每个电磁阀打开一小段时间 就能形成气泡 看这个样子已经没有问题了 下一步我们就应该把它装好 然后写点代码加点功能 就大功告成了 是吧 我得意了没几天就出事了 有好多个地方都漏气 有些还不受控制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 我不断的寻找原因 最终发现是因为安装方式的问题 导致电磁阀禁油了 在解决好之后 最后呢 就是软件代码部分 在长久以来的努力之后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我终于完成它了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 又是我的一个年度剧作 BBL气泡显示器 希望你喜欢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看看看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我的粉丝数 48443 来 关注我吧 好了 我多了个粉丝 看看它 现在是多少 48444 真是个吉祥的数字 是不是 最终我真的实现了 用空气 在一个四周全透明的容器内 形成图案和文字 除此之外 我在想 有没有更有趣的玩法呢 于是我正接了大家的建议 最多人想看的是 由Alice手铁块提出的 用音频感应 发出相应的声波气泡 为此 我特意学了钢琴 也做了个APP 用手机麦克风处理信号 然后通过WiFi 将信息传达给BBL 这就是APP大概的样子 好的 这就是我的BBL气泡显示器 那么原先呢 我是计划三个月就能完成它的 实际上后来 发生了太多状况了 最终我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才完成了它 然后目前的效果呢 也不能说非常的好 只能说它 已经是可以显示东西了 然后它也比较美光 但是呢 它显示的文本啊 还有图案啊 只能是比较抽象的 因为气泡比我想象中的 难以控制太多了 这也是我目前设计 最多领域的DIY作品了 包括3D打印啊 激光切割 然后PCB SMT 化学 物理 甚至还要有一点文学 还有软件编程之类的 那么也非常感谢加力创 还是我熟悉的老朋友 他们被我犯了好多次鸽子 然后 我终于把这个东西完成了 非常感谢你们 愿意等 等我这个作品 那么所有的这些东西 包括外壳 电路板 还有代码 都会开源 电源接就在这个位置 或者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出积极的建议 如何改进这个东西 或许下一代我们可以让它做的 更加厉害一点 好的 感谢你收看这个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嘿 视频播完了 快睡觉吧